提瓦特大陆的战争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本期李秘密就给你们讲一讲 发生在魔神战争时期的一段故事 提瓦特大陆在未有尘世七执政的时候 哥哥魔神为了争夺七神之位 他们拼尽了全部的力量与智慧 而在其中有这样一位魔神 却只能让后人感叹他的无奈 在迪花州的河滩 这里有一座数千年前建造的神殿和避难所 而这个地方就是在魔神战争时期 由炎之魔神赫乌利亚初见的 在黎月古老的传说中 他是一个过于柔弱的魔神 你要知道在尘世间众魔神无情的混乱之中 人类都是过于渺小的存在啊 而赫乌利亚却并未参与这场竞争 是赫乌利亚收拢了那些战火中无助流亡的人类 在那一场天翻地覆白骨路野的末世中 他给人们带来了慈爱与安慰 他曾经试图寻求与众魔神重归和平的可能 可是他远远小看了战争的残酷啊 他以为放弃争斗就不会让战争波及到自己的子民 可是为了争夺领土而不断扩张的魔神们 又怎么会在乎弱小者的争辩 赫乌利亚的退让并没有带来和平 反而是让他不断地失去土地 他聚集起来的那群追随者 在如今被称为地中之盐的聚落中苟安 他的追随者曾经爱着赫乌利亚 但以凡人的心胸终究无法揣测 宁愿不断舍弃自我的神之爱呀 而这些追随赫乌利亚的子民 他们为了寻求守护与战斗的力量 为了证明温柔的不合时宜 他们以手中的长剑试杀了庇护他们的魔神 岩的圣殿随着赫乌利亚的倒下而崩打 凡人的城迎来了岩块般苦涩的结局 这座城市屹立了数百年 直到魔神倒下的那一天 他才随之分崩离析 温柔的魔神赫乌利亚并非死于与神的对决 而是死于他所爱的凡人的背叛 可悲可叹更可笑 直到战争尘埃落定 废墟被河水淹没 那些曾受炎之魔神青睐的人类 在离越大地上四散 他们带着赫乌利亚的传说 迁入了炎之神治下的安全港湾 这段故事才得以流传至今 那些曾受炎之魔神青睐的人类 在离越大地上四散 他们带着赫乌利亚的传说 迁入了炎之神治下的安全港湾 赫乌利亚的这段故事 才得以流传至今 愿君生盛世 为民就成安